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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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功夫啊 大哥 杀了他吧 别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身手的 就让我活动一下筋骨 拿我家伙来 让我来 拿到一个好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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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一个用 拿到一根 拿到链子 拿到不清 拿到 trong 啊 呀 对不起 这位姑娘 在下失礼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 刚才不小心碰到了姑娘的手 男女之权区别甚大 请恕罪 露馅了吧 你眼力不错 手上也有准 三招两势便识破了我妹子 赵燕 一边去 看哥来教训她 不行 我还没跟她打完呢 抱歉 这位姑娘 我不能和你动手 为什么 在下自习武之日起 便发过誓 一辈子 不会和女人打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女人了吧 我还就告诉你了 今天你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请慢 有话快说 你要干什么 既然姑娘执意相逼 那我只好将双眼蒙住 就当没看到姑娘你是男是女 傻业 咱们是土匪 不怕丢人 怕愿意送死 与你何干 动手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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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吗 你把兄弟们都惹火了 就别怪姑奶奶我心狠手辣 不过 既然你蒙上了眼 那我也不用兵器 否则有失功允 拿着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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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我的徒弟们 和镖车 什么 你还想带着人带着镖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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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种可能 你想不想听听 愿闻其想 你杀光我山上所有的兄弟 大当家的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你先剩了我手中的狼牙棒再说 挑兵器 看来大当家的 想以武会有 那我又何须挑兵器 不如咱们比试拳脚如何 谁是你的朋友 我杀狼练武就是为了杀人 拳脚不会 你若再不挑兵器 就别怪我动手了 挑 挑 这位小兄弟 借你的宝刀一用如何 你太少不起人了 跟我们大当家的比武 管小哑巴这把破刀 你 没事 他要装大尾巴狼 让他装 反正我也失条了 看我这真狼不砸了 他脑袋 把牢给他 还给他 咱们 进 快走 大当家的武功高强 我认输了 认输 是 心服口服 只恳请大当家的 能放了我们师徒和这趟标吧 输了还想我放掉 呸 其实刚才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你好好挑兵器 赢了我 那我就放你们走 你却装算 那就活该了 刚才的规矩记得吗 你们几个想活着下山 要么留下条胳膊 要么废条腿 选吧 我亲自用狼牙帮伺候 大当家的 你怎么对我都行 只求让我这四个徒弟 带着这趟标 平安下山 想什么呢 十三立岗是你家杠头吗 手下败将 还要改我规矩 那什么老 就你 还当土匪头子 就这 你拿着衬手的兵器 我师父拿个破刀片子 你赢了 算本事吗 师父 都怪你 走的时候 我要背上王武大伯留下的那口宝刀 您拼不着 若宝刀在 您能说给他们 你说什么 王武 你说的可是大刀王武 是 怎么了 你是什么人 难敢偷王大侠的宝刀 偷 在下命里没这个字 那你哪儿来的宝刀 人家送的 你管得着吗 你们师徒一个比一个会吹呀 就是送的 我师父 在杨鬼子的枪林弹雨下 抢下了头颅 还了老英雄全尸 没错 王武大伯的朋友们为了报恩 就将他生前的宝刀 送给了我师父 你 难道是霍元甲 金门大侠 霍元甲 刘震生 你们几个怎么如此多罪 没错 我听说过 霍元甲的大努力 就叫刘震生 哥 他真是霍元甲 大当家的 这位姑娘 在下 霍元甲 今日行镖路过此地 多有得罪 还请 助英雄 霍大侠 平受杀狼一拜 霍大侠 平受我等一拜 霍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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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元甲